台湾部分食品暂停输往中国争议延烧 外界质疑生产凤梨酥等高饼业者 一开始申请类别被食药署归类在包卸面食类 导致多数的业者申请未过关 事后业者自行注册时改为高饼类 才通过了中国海关总署的审核 民众就质疑食药署是不是第一个步骤就错了 但食药署长青一开始并没有高饼类的选项 才会选择申请包卸面食类 现在也将积极的辅导业者通过审核 台湾部分食品暂停输往中国争议延烧 有民众在网路上发文指出 凤梨酥等高点申请类别被食药署归类在包卸面食 而非高饼类 质疑申请类别错误是多数业者未过关的主因 实际上中国海关总署官网查询 高饼大厂包含郭元毅 吉美食品和阿末蛋糕等 申请包卸面食类是暂停进口 但改成申请高饼类变成有效通过 只要鼠澄清这事件的来龙去脉 去年接获中国通知 10月31号前指定产品企业需填入注册推荐名单 当时中国提供的是这一张简易推荐注册清单 有14类产品 只看到包卸面食类并无高饼类选项 直到去年11 12月 中国开放进口食品境外生产契约注册管理系统 让业者可以自行注册才出现高饼类选项 实际打开中国海关总署网站申请包卸面食类的日期 的确大部分都在去年初 直到去年底业者才开始申请高饼类选项 我觉得说这个当然说政府没有理清一定的责任 开始你就把实行说明就好了 即便食药署澄清 仍有业者不买单 认为应该一开始就讲清楚 根据实要署统计 先前注册的高饼业者有115件 目前65件有效注册 36件补件中 但也有14件没有补件意愿 在他们自己的考量之下 没有意愿参加 这个部分我们尊重业者的选择 实要署解释 比起一开始中国提供的 只有包卸面食类的申请表 现在业者注册可自行申请高饼类 流程比较容易 将持续辅导业者完成注册 这台北综合报道